大家好,又是我星星和大家職人吹水 真的很高興和大家又吹一下日本的遊記 玩了一轉回來的感想 在哪裏吹了呢?在香港的酒店吹是最好的 未吹日本之前吹,為何會繼續玩香港的酒店 現在玩是最適宜的,為何呢? 好像周星星,想著自己會說些話便去日本 現在會說話的那些全部都去日本了 這次就相當之開心了 因為也是很久沒有去過日本玩 又和大家吹吹,玩了六天回來的感想 和當中有什麼注意的地方 我也是自費給錢去旅遊的 都是用一個消費者的角度和大家分享 為何會跟團不自由行呢? 好像泰國那樣自由行呢? 其實我在第一天就已經說了 因為去日本玩,玩一些地方好像這次 目標是想去伊豆、熱海 都叫做要穿州過省 來回的車程都是頗為長的 都是金女行團會比較適合的 還有現在你自由行 你說又是可以開車又是可以成的 但是車費是很貴的 我否認現在租車很便宜 但是油費很貴 今次跟這個旅行團又很感恩 想去熱海 看到永安又剛剛有這個團 只做一個月 價錢又適合自己的心水 相當之超值 以話不說馬上去報名 報名之後 已經懷著一個興奮的心情 因為我都說過很多次了 那個旅行團的價錢和旅行團的質素 基本上就掛了勾 這樣你有時說這些酒店好不好 漂亮不漂亮 食宿好不好 這樣你都是跟那個價錢去比較 你又不要跟別的去比較 那我報了團之後 去領隊都會給你一些酒店的資料 方便你上日本那個網那裡 申報你的健康 登記你很多東西 我都是建議大家 預早兩天至三天 你就好上去設定 特別是你第一次上去設定那個網 因為你要理解很多東西的 它基本上它大致分開有三部分 第一部分就叫你登記一些基本的資料 第二部分就是你要申報你在香港有沒有打齊針 有些什麼咪哩咕咕咕 接著就去到住哪間酒店 你都要登記很多東西的 住哪間酒店的名字 哪間酒店的街道 你都要打下去的 有時你說打那條街道名 你未必是街道名 叫它打個號碼裡 都不知道什麼號碼 很有趣的 你有時你明白你又很快 你不明白你就搞好很久 那我也建議大家就遇多一點時間 那第三部分是 好像叫你一些海關申報那些 當你完成了三個申報 它會有三個碼給你的 那你這三個碼 你就要留下它 還有你要準備無時無刻 就一張就上網卡 出到機場 在香港機場 或者去到日本機場 隨時可以上網 那就更加方便了 那如果你說 我都還是不放心的 你就帶齊你自己的心指 針卡去 因為去日本打兩針又不同 打三針又不同的 這樣都是頗為複雜的 這樣一定沒有去泰國那些 這麼自由的 這次報了這團 由出發去到日本機場過關 出發就很順利 他入境的時候 你都是跟他的指示 他源頭都是要你出事那三個碼給你看 這樣都有很多工作人員 這樣歷時都要差不多一個小時 這樣大家都看回第一條片 這樣去到東京的成田機場 那是不是真的那麼多人去日本呢 就不是真的那麼多人 又說很多香港人過到去 但是去到就 就不是說真的那麼多香港人 我覺得泰國又更多香港人 有些人就厲害 這樣報這一團 那個車程都幾長 我自己就很喜歡 坐一些旅遊巴 穿州過省 這樣 那 跟團就有這套好處 你也不用說經常拖著行李 這樣就周圍去 因為旅遊團 始終很多地方都是點對點 這樣 這樣至於說 有些 我又不喜歡做鴨仔 我不喜歡做豬仔 我一定是喜歡自由行 我這些朋友都是這樣的 那我又沒什麼所謂 有時候我出去玩 我都是當是休息 我不是說 當是一份工作 我份工作 我們是煮食的 廚師 才是我們的工作 這樣過到去 啊 很有趣的 雖然說 日本 快我們一個小時嗎 還是慢我們一個小時嗎 我都不記得 慢我們一個小時 不是快我們一個小時 因為有些外星人 打掃射表 是快我們一個小時 我們過到去 是香港時間 四點多 但日本時間五點鐘 我都說 一出到機場 整個天都好像黑了 那樣 晚上好像很漫長 那樣 很有趣的感覺 第一晚 那個機場酒店 已經有些喜出望外 有些網友說 都很舊 有些小賣 也有些 很多以往自由行酒店的质素是高很多的 以往你看人家自由行的那些 订的那些酒店一入房一布纳上床 连开机器都没有位置 那间酒店就算是不错的了 还有现在的日圆那么便宜 现在出去日本玩甚至自由行 你都不需要订的那些劏房酒店 你在新宿那些地方 订间五星级酒店都是几百元 又不是说差很远 无论再订了那些小小间的酒店 今次机场这间酒店都是不错 虽然是旧些 第二天早上早餐的都是好 我自己出去跟旅游园去玩 反而我很注重旅游巴士 今次很感恩旅游巴士 不是精装追女仔那些 十多人坐下四十五座的 一人坐四五个位是最好的 还有现在跟旅游园 就有一样好处 就是旅游园都不会说 一团会收足 那么多人 又不又密 我跟旅游园 我只有两样东西 一好玩 又是超级好玩 又是感情就超级好玩 很好玩有些什么呢 又跟大家分享一下其他旅游巴士团 我就很喜欢参加巴士团 我参加过一个 跨省 坐巴士在越南 那一天很厉害 那一天不知哪间旅游社 好像收拾了个 我都不记得哪间 四十五座位 坐到满沙 是迫到满沙 这样 我旁边还有个大肥佬 那天我们由深圳 坐到南陵 坐十几个小时 坐到南陵 坐到越南 你说多开心 这些都是一种体验 出去玩始终都是放松心情 好与不好 放松心情面对 也是会很开心的 因为有时跟旅行团出去玩 很多不同类型的客观因素 我试过一次去华东 都是这些平价团来的 坐火车 坐火车去上海 那一次 你知道我们吃些团底餐 一般我们来说是维持生命餐 我记得好像在杭州吃过一餐 杭州有一个名菜叫做 什么鱼 什么鱼 糖醋鱼 还是那个 松子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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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松子鱼 你只要在糖醋汁上 有个头放得很精致 一放在桌上 它有个转盘 转一个圈 返回头 返回头也没有 有时你出来玩很有趣的 一团人之中 什么人都有 金团就很开心 十几个团人 个个都是热爱旅游 吹了很多旅游经 第二天 整体行程就开始了 去河口湖 河口湖也是相当期待 我是第二次去的 第一次去到河口湖 商巾一带 今次只去河口湖 入到去 哇 自然不同 那种红叶 那种红道 好像是眼前一亮 但是当天就会有少少塞车 跟着就上回那个 又不太记得什么山 不要紧要 大家就自己回一回带 因为现在就很踢过 没有时间回带 又要和大家聊一下 又要看外面那些维港景 上那个山很漂亮很感恩 看富士山都是要讲缘分的 今次就真的很缘分 看得很正 很清澈 跟着就住河口湖那间 温泉酒店 这间温泉酒店 都讲了 都是和价钱挂了勾 又不要和其他那些网友玩 我上次过来 朱隔离那间的露台很棒 那些 这间酒店 其实都是不错的 又看回我那条影片 都有讲过 坐在梳化那里 对得很棒 富士山 这样 无论你这间酒店的硬件多好 都要有缘分对到富士山 今次有个大窗口一早起床 你就对着富士山 清澈的日出景致 看哪里看到 只要看职人吹水 这样 拍这些日出的画面 自己也是 就是注重 和喜欢 当你喜欢一样东西 你又会不怕辛苦 你又会很早起床 事实上 第二天在湖那间酒店 睡得不太好 睡得不太好 主要就是说 它本身酒店 它的隔音 它不是太好 这样 旁边左右 很多不同的声响 有些 大家当然想着 旁边那些 看着家藤星对植树母子 在做运动的声响 那些 只是说话 那些 还有 分到半夜 外面 那些 不知什么声 嘎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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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什么声 原来第二天起床才看到 原来湖面 很多水鸭在那裡 半夜三更 已经被吵醒了 那天睡得不太好 但是我也是一早起床 就走出去 拍一下外面的红叶 富士山 拍的时候 我也不知道那么冷 原来只有七度 或八度 那一早就真的很感恩 真的很靓 也有很多不同类型的 旅客都是一早起床 出去拍 然后就在河阿湖 就展开第二天的行程 都在巴士那里 穿州过省 去到很多地方 我就相当之开心 和高兴 没去到伊豆之前 就看了一个瀑布 这个瀑布 整体的范围都是很有趣的 因为你不是跟旅行团 其实那些人很少去这个瀑布 这个瀑布 它还有一些铜胀 大家不知记不记得有一套 以前有一套戏 叫做伊豆舞梁 这套一定是没有那时候那些 尤道龙虎榜 排旧老章 盲俠听声剑 那些那么出名 之后 这个瀑布都不错的 挺漂亮的 最特别的就是有一个芥末 两只肠 试试那些新鲜芥末 第一次配雪糕吃 好吃的 在那里 接着就去到伊豆 在伊豆沿海一带 其实那条路已经很漂亮 去到那间酒店 也是有一些喜出望外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你看两行团 那些名字很有趣的 哇 什么呢 哇 金井斌酒店是什么来的 你看到那个样子 已经不是多开胃的那些了 都是那些三四星级酒店 怎知去到呢 又真是喜出望外 这样就被她的环境吸引住了 那我又很喜欢那些酒店 有泳池有泳池 又对着海滩 又看我泰国的游记 我也有说 那这间酒店就正正有巴林 有温泉 有泳池 有海滩 有泳池 看得到 哇 好棒 好开心 但是导游一早说了 今晚这间酒店一泡两食 那两食就吃些什么呢 吃西餐 不是吧 吃西餐 搞完这些东西 有没有和食那些 没有 吃西餐 不要紧了 你跟她的行团 都是想着 彈球维持生命 有些东西不适合 就自己出去吃 谁不知这餐西餐 真是那个质素 高度是难以想象 他就不是说 有些很精贵的食材 但是他做的烹调 都是很用心 很细心 特别是金木雕 配合意大利化 这个就正正混合了 一些日式的食材 西餐的做法 很多时候 我们中菜 都会这样做 拿别人的长钞 来 加入自己食材的优点 因为伊豆一带 都是沿海一带 和热海 都是很有名的 金木雕 不知道我拍这条影片 之前 之后 我买了金木雕的饭 手信 其实我也拍了一条影片 不好意思 因为到这样 我们又要喝东西 喝水的时间 跟大家买广告 买什么广告 大家要订阅 职人吹水 为什么呢 我们喝完东西的样子 都不同了 吃过去喝样子 记住加入频道会员 或者直接支持 给点鼓励 因为现在事实上 网上找食 是相当困难的 这样吹吹吹吹吹 又想着买广告 又不知卖到哪里 那 说回那个西餐 这样就真的很喜出望 那这间酒店的温泉 比河客湖那间 真的正好多 不好意思 我先看看镜头 大家不要介意 因为镜头歪了 你们都不跟我说 我又在这掛着吹 现在又弄回试正一点 吹吹吹吹吹吹 又不知吹到哪里 大家不要介意 经过一二三月 这样我的头脑 就有点迟换 那晚出到温泉 那个温泉 比河客湖那晚 真的好很多 它多了三格的温泉 最特别之处 它有一个干蒸的桑 是干蒸的桑 那什么叫干蒸 什么叫濕蒸 大家可以理解的 干蒸牛肉 或者濕蒸牛肉 如果我拿干蒸牛肉 和濕蒸牛肉出来 大家未必分到哪个干蒸 哪个濕蒸 但桑拿不同 桑拿是干蒸的 有些进去 有些有木 有些灯 有些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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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濕蒸就很简单 好像蒸牛 不知道 不知道怎样 看我的蒸牛 这样就很高兴 这样我就 大约浸了十多分钟 浸在外面 浸在里面 然后洗干净身 又洗头 然后塗护发素上的头 然后进去烤 烤了十多分钟 出了身上 相当之舒服 有时在日本浸温泉 有很多网友问 都不知道是什么真温泉 日本那些 写得很清楚 温泉是温泉 有些热汤 热水肉 写得很清楚 浸温泉有些什么特点呢 摸在手上 好像这些 抹皮 一摸下去 滑滑滑的 你摸不到也不要紧的 用一条丝巾 这样做下去 很滑的 浸温泉那些 浸温泉 记得喝点水 那晚睡得相当之好 第二天早起床 早餐日起出往外 这间金井斌 事实上有机会我会再去的 可能是到热天的时候 有时 如果自己找酒店 未必会找到的 但有时跟旅行团 就有些意外惊喜 这些意外惊喜不是说 你给很多钱 或者你会很高兴 不是的 是突然之间的 哇 大哥 我跟团而已 你这样搞 又给一间这样的露台房 我又记得 这样就很开心 这样就问个领队 我说是否团团都住在这里 他说不是 是我们平时那些住在热海 热海那边更好 蛤 有这样的事 热海那边更好 那我又有点好奇 很有趣的 很开心的 那样又 在吃饭过程当中 有些团友吹一下水 又讲一下旅游经 那样 至于旅行社 售你那些自费餐的 这些就释除专便 那出来玩 放松心一样 我都试一下 去到第二天 去到一些旅行团 不一定会有些购物景点 但日本那些购物景点 就很有趣的 本地人还会多个游客 你不跟其他地方 你去韩国 那些什么化妆品 什么人心 那些永远不会有本地人去的 只有游客去的 那我什么时候都讲 逢是买的地方 一买到去 你见不到本地人的那些 那你就要三思 要考虑一下 退开两步 想一想 那样 如果你本地人买多的 那你又买些 那些呢 不要紧要的 当是 当是 手信 我觉得 价钱都是合理的 那些明太子 事实上是 几好吃的 不可惜是第三天 因为那些明太子 你要冰的 那我又不想 放车那里 我又没有买到 还有呢 在香港 你现在买回日本 当地美好的食材 不困难的 有很多网友说 如果想吃好东西 当然要去日本那里吃 那样 我可以跟大家讲 你去到日本 你吃什么都是好东西 你吸一口空气 你都可以开心一点 那为什么呢 日本 但是有些业界 我们职业厨师跟你讲 日本最顶级 最卖钱的食材 全部运回来香港 那为什么呢 香港人最舍得花钱 就是在日本 那我们怎么会不知道呢 那我自己都是很平常心的 你说我会不会专专出去 发掘一些什么好东西 好东西 那些 我说不会的 因为我们都是一个团队生活 那我又和另一半出去 那看到什么 那我就吃什么 那我自己都吃得很开心 这样去完那个明太子 那接着就回到东京 那这样途经东京 就去到一个叫兼仓的地方 那兼仓有什么出名呢 没去到健康之前 去医斗有一条路 就一定要讲的 就是延面十几公里 一条海滨公路 这条海滨公路正正是我去医斗的重点 因为呢 他真的大部分 他都是贴着海岸线 那条公路旁边就已经是海 很少这些路 还有你坐这些路呢 你真的你要坐这些高新旅游巴士 你才会感受到的 那从那里出来 沿途的风景已经是很目不下级了 看到在由医斗过去热海 去沿海的渔村 就已经是很吸引了 有机会过去自由行 这样去进去那些渔村行一下 真是吃一下那些好东西 去那些渔村 始终它不是旅游点 然后回到一个叫做兼仓的地方 不是 先过了热海 热海有一个叫做 不知道 什么车站 很多人去拍照 还有有些网友说 那个车站是拍slam dunk 蓝而当入津 那个场景 大家也可以去一下 但是去那个热海的车站也是很方便 东京有火车过去的 也是很方便 去到兼仓 看了一个叫做八番公 我又很喜欢看日本这类型的寺庙 很有趣的 所以你除了看寺庙之外 日本人很喜欢穿得很隆重 去日本寺庙那里 在那参拜祈福 也是相当开心的 至于 扇石 接着就回到东京 经过横宾回到东京 去一个叫做丰州的地方 现在很多人都知道 丰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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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菜丰州食菜 你进去的消市 个个都是这样写 为什么呢 因为既足地搬去丰州 现在很多海鲜都是写丰州食菜 直送过来 在丰州的啦啦铺商场 那里吃了个下午 我跟一般的老婆一样 很喜欢行超市的 在超市那里买东西 买东西 然后就回到东京 旅行团包了 就去新宿 真的很开心 有什么开心 歌舞伎丁 想当年我几十年前 我的职人就在那里追求女儿 追求女儿 追求哪个 那当然是直树母子 去到歌舞伎丁 现在就真的很棒 因为全部都是食屎 在那里整个圈 又在歌舞伎丁 那里吃了一餐 就团队一餐 都是喜出望外的 又回到酒店 今次住东京这间 东京湾朝建王子酒店 真是推介这间酒店 这样开业两年 它里面就很有工业风 艺术特色 还有聖诞气氛 已经很浓厚 在那里就住了两天 那还在我早两天的影片 留言说有个香港网友 看到我拍照 我也不太记得 不要介意 那我又有印象之中 是真的有香港人 选择那间酒店 你选择这间你就聪明了 说你还在新竹那里 选择那些劏房酒店 不需要 那我看回香港 都订了几百元一晚 房间又大 酒店又新正 那去东京JR站 或者东京站 也是几个站 很方便 这样 这个整团 玩得相当之开心 那有很多网友就说 留言 找不到我 这一团报 都说了 永安都说 只做一个月 我又不是说 什么 我也是 讲解一些景点 如果大家想去医斗玩 就看看 哪些梁行社有医斗 都是作为一个参考 这次都是 依依不舍的 其实临走那天 去到 没有走 还有一个重点 还没有说 就是自由行那两天 自由行那两天 为什么会选择去浅草呢 我也说了 二十多年前 在浅草址 一些进去参拜的承诺 他真是很感恩 今时今日 还可以回到 那里还神 或者当时有承诺 或者什么 现在就很开心 再一次去到这个地方 整体是没有变 都是穿过一条叫做 重见世商店街 我记得二十多年前去到那时 他摆了一些 不知道 一些 桃花 还是樱花 那些 摆了一些出来 现在又插了一些枫叶 在那里 穿过那里 回到那里 又很开心 又看到一些 日本美少女 又跟他拍照 每天都是相当之友善的 有些日本少女 又 跟着就回到那里 蝕谷 他说日本的JR是否很难回答呢 就不是很难回答的 如果自由行的 你一定买了那些西瓜卡 我们叫做 有时候出去玩一天半天 有张那些卡 你就会方便很多 JR转地铁 或者转什么转什么 你都是看涂色字 因为香港人很聪明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的地铁 那个尺组在哪里 日本人过来建的 你懂得分颜色 不懂也不要緊 在日本很多看字看的 特别是路牌 他都是用看字的 不知为什么 我觉得很特别的 很少日本字的 但是其他地方 就全部写日本字 一个看字都没有 唯独是路牌 首都高上高的路牌 全部都是看字 今次去到蝕谷 很开心 特意去看看新地标 很高 因为我自己觉得 日本高的地方 它不是很多 我们那时候 经常去的东京 塔 已经很高 你当然不可以 和利斯卡尔顿那些比 但是在东京来说 它三四十层高 已经高得很重要 也是说你周边的环境衬托 你周边都没有高楼大厦 你一等三四十层楼高 你已经做了一个天空之城的感觉 当然你利斯卡尔顿的 你百多楼高 你都做不到那种感觉 因为四周楼的高维大厦 又高山 你做不到那种感觉 很有趣的 这种感觉 涉谷我是绝对建议大家去的 自由行也好 什么都好 还有这间朝建黄之酒店 去附近 去其他地方也是很方便 去月亭机场很方便 去迪士尼很方便 去台场看高达很方便 你说出去远一点 去看电器街 去上野 好像跟我那条线去上野 每天都很快 这次都是很开心 玩得 藉着这个机会 又跟大家分享一下一些 指挥邮机 有时候出来玩 分享这些就很有趣 好像这次来这间酒店 又遇到一些网友 又跟我讲一些日本的邮机 他说很多朋友都有看 然后又打去永安问 问你这团的资料 哇很开心的 真的说得 有时候你一个人开心 你分享出去 那大家都感觉到很开心 那这种共鸣感 你才是重要的 我以前都讲了 你一个人 你有多开心 或者你有多不开心 大家一起去分享到 你不开心 你讲了出去 你不是个人去 就是舒畅一点 那你有很开心 或者你有多高成就 那你都要有人知道 你才能发挥到你自己有多高成在 对吧 哇 我六十几万订阅 我都没人知道 有人知道 我都不计辞出来 这样 你聪明 你永远都站在老鼠尾 那个位置 啊 我们组成是老闲尾 生脚疙 那大极都有限 那这次就很感恩 那这样 又出了泰国的游记 那样 日本的游记 那样 就得到大家 就很大的认同 那我自己 啊 拍摄游记 都是兴趣来的 因为我和另一半 都是 嗯 那年都没变 几十年 我们 没什么特别的 那个时候是喜欢去旅行 啊 啊 那 那 今次之前 比较 着弱点 就是 上年 海洋江普浩 那 那 拍了一条 啊 一个钟头四十五分钟的影片 那样 就得到 就相当之大回响了 啊 还上了香港的 影片业满榜 那样 那样 现在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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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上传的影片那些真的麻烦了很多 还有要浪费很久的时间 我也希望大家就当一些旅游剧集去看 我也是很用心去拍摄的 毕竟自己也是喜欢的 喜欢煮食、喜欢旅游和大家分享 一条影片一早起床拍出来的 也是很考艺力的 还有个人努力的 玩完回来的 最艰辛的时刻就是做一些影片剪接 花很多心机时间 希望大家再一次分享给朋友 订阅 加入频道会员 还有直接支持 这个是对职人吹嘴的延续性的发展 是无比动力的 大家的留言也是给我职人吹嘴的无比动力 今天的分享就到此为止 至于这条影片的游记 我不知道哪条出先哪条出后 不要紧的 大家就继续留意 今次的分享就到此为止 希望大家出去玩的 愈愈快快开心心 享受老程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